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八 请大家关注SoCosmo 因为这身搭配比较酷吧 所以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今天的场景的布置非常的好看 听说有一千多个那种吊灯 而且每一个吊灯的颜色啊 它的整个设计都不一样 第二就是每一套衣服 服装我都挺喜欢的 还有一些包我觉得实用性 美观性都非常的好 我觉得首先服装就很复古 好多服装有那种非常飘逸的感觉 有那种久远世纪感 它们的包包的设计和整体的搭配 都非常的复古 而且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 吸血鬼电影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电视剧里会出现的那种样子 场景和这整个服装搭起来就非常的协调 有角色来找的话会看看剧本和角色 有一套黑色的像蕾丝的一件衣服很飘 我觉得那件我应该会想尝试一下 我一般就是穿得厚 然后穿得比较宽松 比较舒服 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坐着化妆 或者说是坐车的时间 或者坐飞机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尽量是以舒适保暖为主 会的一定会的 强大 好像没有醉 因为每一次的旅行 它其实都在让我成长 让我去见识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习俗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成长都是知最吧 都是我最喜欢的了 最近我好像没有看什么电影 然后最近我有看一点点还没有看完 那本书被我一不小心里落在了机场 叫月亮与六便市 只看了一半 还没有看完 我上一次说废话还是上一次的时候 我应该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都很喜爱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美 我都很享受 我不会说哎 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这样 每一个季节我都能够找出它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爱这世界的一年四季 冬天最美好的事情啊 就是躺在被窝里听外面有人铲雪的声音 因为就像我小时候在家里被吵醒的声音 一般早晨都会有人铲雪 然后会让我很有安全感 还有就是待在房间里吃火锅吧 就是外面又那么冷 然后自己在房间里热乎乎的吃热火锅 就会觉得很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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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